好另外来看高龄103岁的总统府战略顾问 国军现役的一级上将高奎元 现在卷入了诈领军饷的遗云 那么这个特征组接获了检举指称 高奎元他已经是百岁人类了 早应该要依法办理退伍除役 但是呢他的考基跟体检居然是年年过关 执意总统府跟国防部刻意的漠视法规 有协助造假报庇诈领军饷的知嫌 那么由于检举内容很具体 丁特征组现在是已经分案调查 而警局人说了 由于高奎元是现役的一级上将 国防部还要派车给他 提供小兵来供他拆遣 领取的军饷除了本凤之外 还包括了有主管加急有服役加急 每个月可以领个25万元 再加上奖金全年实领超过300万元 这些钱都是由纳税人来买单